整个灭火过程持续了2分04秒 两个人在三分钟内 一共用了6瓶3升容量的手持式灭火器 也就是总共用了18升的泡沫 才扑灭了5平方米范围内的汽油大火 而由于刚才灭火是靠得太近 虽然戴着厚厚的手套 一位工作人员的手 还是被烈焰产生的热浪灼伤了 汽油作为一种可燃液体 引起的大火之所以很难扑灭 主要是因为极易挥发的特点 实际上可燃液体的燃烧 主要是挥发出的可燃气体在燃烧 为了控制住火势 就必须让可燃蒸汽与空气之间 实现完全隔离 像是钢瓶灭火器 以点带面的灭火方式 很难将燃烧的蒸汽快速覆盖 所以就会耗费大量的泡沫 面对五平方米的油池大火 耗尽了六瓶手持式钢瓶灭火器 同样规模的大火 陈灵光的灭火器究竟表现如何呢 欢迎继续收看 我爱发明 生死时刻 接下来要轮到陈灵光的灭火器上场了 只见工作人员手拿着一个灭火器 站在油盘旁边 难道单凭这一个四升容量的灭火器 就能降服二十升汽油燃起的大火吗 五秒钟 从点燃到火焰完全熄灭 总共只用了五秒钟的时间 显然陈灵光发明的灭火器 取得了这场灭火比赛的胜利 但是他却针对灭火的过程 提出了一个问题 效果是非常好 不过我们是通常不建议人家扔到油池里面 因为有的比重轻 我们这个比重重 那么它会一个会沉下去 一个会把火扔出去 原来为了防止实验用的油盘被大火烧毁 而出现着火的汽油泄漏的情况 油盘中必须预先倒入很多的水 我们通常是建议离开页面五公分 如果那样的话 不会把一些火扩散得更大 一旦它熄火 它就整个剖灭掉 于是我们准备重新进行一次实验 一个灭火器被直接固定在油盘中 它能否像陈灵光说的那样有效果呢 大火同样是在五秒内被扑灭 只不过这一次油盘中的液体并没有被冲击波喷溅到外面 这种只有四升容量的灭火器能够快速灭火 关键就在于爆炸喷射出的泡沫均匀地把整个油盘都照在其中 瞬间隔绝了氧气 使火焰无法继续燃烧 可以说 只要是在控制范围之内 这种灭火器扑灭大型火灾的效果是更为理想的 这时 在油盘里面 两大块灭火器爆炸后的残骸 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会飞很远吗 这个东西 不会 通常是在八米之内 在八米之内 而且在八米之内碰到人不会伤人 不会伤人 它就像一只树椅一样落下来 你看看 这个就是飞到什么地方 它不会因为断裂成有风口而刮破人的入体 这是另外一半的场合 它就是在爆开的时候 全部都是撕裂的 全部撕裂的 它有拉丝状 这个丝它绝对不会伤人 这个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好处 你看它炸完之后 它不是想当中说产生多少碎片 这碎片没准备伤人 所以就是它爆裂的时候 它就比如在这棱桨上 比如做的比较薄一点 那么一炸的时候 它炸几大块 那么块越大了以后 它的速度就小 所以就怎么样 你不能让它崩出了一个非常小的碎块 这样的速度特别高 如果你变成几个大的块的话 它速度就比较低了 那么伤人的可能也就小了 另外它变成几个大的块